第二个问题 理解力和意志是灵魂的主要功能 这是《药义》第一卷十五章里面的内容 那堕落后的人 其理解力无法使其产生对神的信心 使圣灵的工作使人对神拥有了信心 请问得救后人的灵魂 与信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重点 信心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首先我说灵魂 灵魂和信心的关系 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奇怪 那你要区分概念 灵魂是实体 是你人性当中的属灵这个部分 灵的这种存在 物质的身体和属灵的灵魂 所以它是实体 信心呢 信心不是实体 信心是你灵魂的动作 那灵魂呢 按加尔文的分析是包括理解力和意志 但是信心呢 是包括知 知识方面的 情感方面的意志方面 包含这些要素 知性的要素 情感性的要素和意志性的要素 理解力呢 我们可以认为是思想判断 也就是说知识 而这个知识呢 思想什么呢 神的道 那意志呢 是赞同 用现在的话意志里面包含着情感 当你赞同的时候 你就已经喜欢你所赞同的 你所知道的 你倾向于那个爱他 喜欢他 所以你才能赞同他 所以知和情是没有 意志和情感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当你决定的时候 你不能说我不爱不恨 我就决定了 这不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 这个爱德华兹就追随了奥古斯丁的思想 他说这种选择的时候 其实已经包含着爱和喜好 证悟了 所以赞同不只是冷冰冰的 我客观的 不动情感的同意而已 是已经包含着爱和选择 当你发动意志的时候 已经有这种情感在里面包含着 那信心呢 在知性方面 知识方面呢 是要听道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道给我们带来对神的知识 那意志呢 是我不只是听了 我同意 阿门 我同意 我接受 我承认 然后情感呢 是依赖 不只是同意 我依赖我所同意的知识 这叫信靠 所以知 信心呢 包含着知性的层面 没有真知识 就不可能有真信心 那你有真知识 你不同意 你不赞同 那个知识 也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你赞同的 你要依赖的时候 依赖就 我伟生于神的话 顺从神的话 所以信心呢 我们从三个方面包含 灵魂呢 是包含着 这个灵魂里面的功能 机能 功能 理解力和意志 信心呢 是理解力和意志的动作 活动 我透过理解了的知识 我也同意了 我也依赖了 区分了这个灵魂和信心了吧 我的大脑 这是实体 对不对 硬件 我的思考 这是我大脑的运作 动作 对不对 所以信心和灵魂之间 这样的区别 灵魂是实体 虽然是灵 不像身体这样的实体 实在的 信心不是实在的一个物质或实体 它乃是我们灵魂的一种动作 我信靠神 我赞同 我知道 我理解 等等 好 第三 神掌管万有 为什么没有阻止撒旦诱惑夏娃呢 刚才我一讲了 我就不责备你了 首先我们要审视 我们如何问问题 补充一下 问神为何没做 既然问神为什么没做 那是不是要让神出来给你解释解释呢 是不是这个问题可以问呢 我们要反思我问的问题 我问神为什么没做 那我首先要思考 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问 能不能问 第一 神是神 他有自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上帝做这个事情 无需向任何人负责 无需解释 上帝做这个事情 还要向你说明理由吗 上帝没拦阻 还要向你说明吗 这就意识到我们思考的愚昧愚蠢了 知道吧 我不是责备你 这种不敬钱的 说过分一点的 狂妄地问 这是基督徒一定要杜绝的 当然过去不知道 就这么地了 今天学了一定要纠正 这种竟敢质问神 为什么 你是谁竟敢向神这样嘴 你是谁竟敢质问神 神为什么不做 不拦阻 里面 好像如果神拦阻了的话 这个左图是吧 右图 夏娃刚伸手的时候 上帝说 他一下一嘚瑟 那个果子就掉地下 不就吃不到嘴里了吗 刚要给亚当的时候 吓得先掉地下了 亚当也就接不过来果子 不吃了吗 上帝如果拦阻了的话 何必人遭这么多罪 还得下地狱 还得神的儿子 要为我们牺牲 遭这个罪呢 上帝真笨 如果早点出来拦阻的话 一切都没有这么繁琐了 花好几千年预备救恩 救你聪明 你发现问题所在了 你比上帝还聪明 所以你现在给上帝出主意 上帝为什么不出来拦阻他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 你如果口气 上帝我不明白 如果你当时拦阻的话 这样问还可以 但这个口气很硬 问神为何没做 那第二 上帝做了 上帝随着自己 所喜悦的自由 他做了 他也无需解释 无需说明 那有没有对此解释呢 上帝做了 他对他的行为 有没有解释呢 第一种是 上帝没有明确直接的解释 就像这个问题的 上帝没有明确直接的解释 对不对 上帝为什么没有拦阻 没有明确直接的解释 但可以间接 或者从已经解经的原理 从整本圣经 已经解经的原理 和恰当的推论 有些问题是可以 这样得到解决的 那我们今天来看 从推论性的 尝试着去解释这个问题 为什么上帝没有阻止撒旦 诱惑下娃呢 天使堕落之后 看着他混进伊甸盐之后 直接用激光导弹 把他灭掉 或者是吹口气 撒旦这种存在 就人间蒸发了 撒旦不存在 那他就不会去勾引 跟这个夏娃亚当沟通 诱惑他了 对不对 总之上帝的问题 有很多需要出来 跟我们解释的 撒旦为什么在园子里出现 为什么在园子当中 造一个上和果树 如果这些都不存在的话 没有石头 哪有半岛的事情啊 我们想的比上帝更周全 推论性的解答是什么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神安德尔森的行星样式造人 然后赐福他们 生养众多 变满之地 二章七节 将人安置在东方的园子里面 用尘土造了他 吹了生气 有灵的活人 然后十五到十七节 就是跟他立约 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 随意吃 只是山后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明确的命令 前提是 爱着行星样式造了人 他能听懂神的话 前面我们也学了 这个意志等等 他听了神的话 他就义务有责任 去顺从神的话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因一人的悖逆 因一人的不顺从 众人都陷入了罪 于是死到临到了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我们看到这里面 就出现一个预约 虽然有的人说 不认为这是预约 但是大部分的学者 是认为这是预约 只不过名字不一样 生命之约 行为之约 亚当之约 什么一定元之约 等等 它是一个试验 上帝把树放在那里 甚至允许 堕落的撒旦 斧在蛇里面 可能诱惑人 但是上帝决定试验 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样的时候 来试验人的顺从 试验的目的不是 上帝不知道人的结果 试验的目的是为了 透过试验 他进入到更高的地步 进入永生等等 就像传道书里面说 神造一本 是为了 造一本生出万族 是为了产生 敬虔的后裔 然后上帝赐给他命令 接着命令看人的顺服 人有意志 刚才我们说意志里面 有理解力 然后有意志 理解了神的命令 因为神造了可以理解神的话 神的形象式的这样的人 他能够听懂神的话 不然的话 上帝就对牛谈停了 对能够听懂的人 说了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命令给他了 当然他有理解力 他也能够听懂 他有一直可以遵守 奥古斯丁说 这是有两种可能 可能犯罪 也可能不犯罪 或者是能犯罪 不能犯罪 所以你不能说那是半角石 因为他完全可以 用他的意志 去做出自由的选择 注意我用的是 意志自由的选择 不是自由意志 加尔文牧师已经纠正的 纠正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容易误解 造成误解 意志的自由 意志选择的自由 所以有意志 他可以选择顺从或悖逆 结果呢 我们看到他的回应是 贝尼哈 结果就是遭到审判 照着身警戒的 吃的日子必定死 虽然上帝保全了他的生命 没有立刻扑倒就死掉 灵性已经死了 但是延续了他肉体的生命 生养众多 这个就让我们 伊甸园的事件 我们结合基督的事件 到起书里面 那个回归伊甸园 重新回到生命树 生命水 这个园子 乐园这样的整体 各构图里面 我们看到了 上帝透过这个人 创造利约 堕落救赎 来彰显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然后成全救赎等等 然后最终呢 人可以送赞荣耀堂 那你说上帝为什么这样 那个超过我们 可以问的权限 如果我们是主的话 我们是神 你可以随便做 你也不必要关心 管别人怎么想 你有那个主权 你就做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现在是上帝是主 他做了 而且他又不是霸道 他是按照他的属性 他的品格 他良善诚实 他没有恶 你又没有办法去质问他 就像那个 轮斧子的人 斧头怎么能质疑轮斧子的人 棒子怎么能质疑轮棒子的人 瓦器怎么能质疑尧将的 你把我做成这样 你为什么举起我 没有权利 这个是现实当中物理定律里面 已经告诉我们不合理的质疑 如今我们用这个 我们都不会赞同的 不合理的这种质疑 去质疑上帝 所以我们是堕落的人 我们不合理 上帝当然有他做的 而且他做的都是对 那他有没有必要向我们解释 对不对 我们不理解是不理解的事情 那神为什么没有拦阻 试验要试验 那为什么要没有拦阻撒旦 用火下娃呢 神无需向我们 也没有必要 更没有义务向我们解释一切 解释了我们也不一定明白 重要的是 信徒当信赖神 是正直的 诚实的 智慧的 主权的 圣洁的 而不是质问 信徒最大的荣耀和本分是 不是以自己有限的揣测 去揣测上帝的无限 用自己淤浊的衡量 去衡量上帝的智慧 用自己邪恶的判断 去判断评价上帝的良善 信徒最大的本分和荣耀是敬拜 是信靠 是顺从 即便是无法理解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什么都懂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 不需要解释 主啊 这世纪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玛利亚都懂了吗 不懂 他能懂没有男人可以怀孕生孩子吗 圣灵感孕 你所来的是出于圣者 这什么意思 理解了吗 没理解 但是既然主说了 愿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我是主的侍女 这就是信心 信仰不是所有的都搞懂了才信 信仰是接受上帝的话 相信上帝那里有最好的答案 即便他没有他选择像我们保持接梦 我们也知道他那里有最好的答案 让上帝做上帝 让我们自己收好人的本分 信靠顺从 好像答了 好像没有答 这就是答案 圣经说的就说 没说的 别过度的猜测 加尔文老师教导我们 我们就好好的学习 约束我们过分的 不敬钱的好奇心 有些问题该问 有些问题不该问 即便问也是小心的 存着恭敬的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